不过来看看台北市房市新岸掀起了价格战 第三季房价跌幅以大同区2.08%跌最多 跟去年同期相比呢更是下跌了9.6% 双北市房价几乎全都调降 不过在内湖三峡跟林口却是逆势成长 双北新岸价格普遍下跌 甚至万华区河岸第一排监门站走路 只要8分钟直接让利5字头 58平三房两厅两位先见后寿 原先开价超过90万 让令岸推出刺激询问度 看到台北市第三季新岸年跌幅度 大同区跌最多9.6% 每瓶价格从78万降到70万 万华文山中镇三区跌幅也都有6%以上 北投区也从每瓶71万降到6字头 在政策方面持有税的一个成本增加 资金上面的压力 所以不如在这个时候会以降价求售 现金为王的概念 没怎么特别的感觉 因为他房价还是觉得还是很贵 现在年轻人老实讲 要买房子真的很辛苦 就算下修民众还是觉得贵 不过却有三个区域 房价持稳甚至消涨 内湖地区逆势上涨 预售新屋房价平均一瓶78.1万 内湖预售新屋每平均价年涨0.13% 新北市三峡3.72% 每瓶来到26.9万 林口则是年涨0.3% 一瓶33.7万 房价整体持续下修第四季建案 价格战准备开打 东森财经线为杨玉婷梁丽 台北常常报道